这女童上礼拜三晚上跟父母到了台北市一家大卖场 在游戏展示区的试玩免费的游戏 突然遭到身旁有一个年轻男子抓住了小手而且猥亵 小女生膝下的不停的尖叫 跑向父母亲投诉 那么远景接获通报之后 在卖场逐楼的搜捕 逮到来不及逃离的嫌犯 而调查发现这名男子家住在卖场的附近 他经常会到卖场玩免费的游戏 卖场员工多知道他是怪怪的 小女生的父母对卖场明知道说男子的行为有益 却是放任他在卖场逗留 也质疑是有明显的管理疏失